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时的这个投资房售价是180万美元 月租金收益可以达到1万美元 令不少观众都觉得心动 但可惜当时这房子不卖 不过在本月这三个房子的屋主都决定要出售了 这种多单位投资房可以说是物美价廉 现在已经很少有了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二倍码来联系cash 那接下来言归正传 我们今天看的依然是多单位投资房 一处是长租在帕斯蒂娜 另外一处是短租 都是非常具有特点的投资房 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看的金石 我是主播丽雅 我是Cash 今天来到了哪儿? 我们又回到了帕斯蒂娜 这个也是有多单位对吧? 对不过这个多单位跟以前咱们看的多单位都不一样 为什么呢? 这个比较特殊 因为这个是在一块地上24000尺的地有8个房子 可是这8个房子又是独立的小木屋叫Bungalow这种风格的 每一个都是独栋没有共用墙的房子 而且特别的漂亮 就是每一个小屋子其实也不是特别大对吧? 是大概700尺左右吧 然后里面是几个屋子? 两房一位 对 那这样的两房一位在帕斯蒂娜这样的地方 一个独栋屋大概能出租多少钱? 现租金大概是2600到2800的样子 这个大家都比较喜欢 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就跟咱北京的四合院差不多 一个院子里有8户 而且8户都有自己的小院子 而且自己的是独栋 再强调一下独栋 没有供应墙的房子 是不是独栋它就比较好租 对因为大家都喜欢这样子 因为比较有隐私 然后自己还有一个小院 反正等一下咱们带大家看看就知道了 好 我们已经带大家看到过非常多的这种多单位房子了 但是这一处location是非常非常特别的 大家可以看这个牌子 它叫Cypress Court百树院 它是1928年的一个历史建筑 迄今为止已经将近100年的历史了 那它也是被美国内政部评选为是国家注册历史地点 所以你买的这一栋房子实际上不仅仅是可以带来一个收益 而且它非常具有历史的保护价值 那与此同时大家可以看到24000平方英尺的地它非常的大 但是对于这个租户来说呢 它是不能够就是把它推掉重新建的 因为它要去保护这个历史建筑物 保持它原有的这个模样 它在外面可以去刷刷漆啊 在里面可以去做一些隔断啊 但是不能够把这房子都拆了重新建好 但是呢对于这个开始的客人来说呢 也并无所谓 为什么呢 因为它能够抢到这一处已经是非常非常幸运的了 在整个帕萨迪纳市呢 一共有13处 那这就是其中的一处 这一处位于帕萨迪纳的百年小院 有24000平方英尺 这个屋子的最大特点就是 它是8个独栋的 还带小院子的多单位投资房 长租一个月的租金可以达到22000美元 这里可以说是我见过最大最漂亮的多单位投资房了 我感觉多单位租客的山顶 也就是类似这样的房子啊 来给大家来找找见识 目前来说呢 小孩中的都是没有院子啊 住的很挤啊 但是像这一处它每一户门口其实都有个小院子 你可以种一些天堂鸟啊 或者说你有一些什么鲜花啊 就很有生活的情趣 而且住在柏树院这样的一个历史建筑里面呢 也能够感受到帕萨丁娜历史城后的一个氛围 大家看这纵深的一个小院是不是特别有一种老北京四合院的感觉哈 两户呢其实对门挨着也并不是很远 但是呢绝对是有充足的隐私的 那像这样的房子可以说在帕萨丁娜是可遇不可求 如果您碰到的话就一定要赶紧下手来买了 接下来让我们把视线转移到位于Arhambra的另外一处多单位投资房 跟前面的不同 这一处是用来做Airbnb的短租 一个月的收益也可以达到15000美元左右 现在我们来到的是一个位于Arhambra的一个多单位的房子 这个房子装修的有一些基础的装修 然后也没有客人 它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是大概一年前我帮客人买的 当初呢这个房子有一些比较低租金的房客 可是现在呢我们给了补偿金 然后已经让他们牵制到别的地方去住了 你们怎么就是这个低租金的房客 可能是不少房东的一个心理的一个困惑 就是说一方面觉得他们生活很不容易 然后当年一万方面他们给的租金又确实远远低于市价 那你们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提高这个屋子的租金呢 我们给每户租客2万块钱让他们搬到别的地方去租房子 可是呢我们拿回这个房子我们会去做Airbnb 这个房子总共是五套房子 有两套三房 两套两房 还有一套一房 这个位置也非常好 离San Marino就两三个路口 离那个In and Out也可以走路 就不行就到 所以这个我们拿来做短租日租是非常赚钱的 三房的我们可以每天租到300到350吧 两房大概是250到300 一房的起码也是200块钱 那也就是说一共他花10万块钱把这些人去请走 他都愿意花这个钱来让他做Airbnb 就是因为Airbnb确实很赚钱 是的 而且这个位置again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大概比如说这个五套全部都租出去的话 一天的这个收入大概是多少 一天收入大概有1500吧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知道了 就如果要是有低租金的租客的话 可以采取这样的方式 那更快的能够弥补回来的 就是把它通过短租的这样方式租出去 这样的话你肯定是赚的 就光听Cash介绍 这屋主是花了这么多的钱来清空和重整房屋 就可以知道现在的短租市场是多么的火爆了 实际上呢 不少的华人民众心里都对短租抱有一点点的戒备心 觉得短租比较麻烦 一来呢 要跟租客反复在软件上用英文沟通 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个能力和精力的 第二就是这客户做完之后 您还得天天收拾屋子 有点麻烦 其实呢 您完全可以不用担心 可以找MBB的中介 他们呢 每个月收取租金的10%左右 帮您沟通客户 并且打扫房屋等所有的内容 开始他们的公司也当然是可以做的 那么想告诉您的就是 在短租的市场上 实际上一个月 只要能够租出去10天 那么你所获得的租金的收益 可能就跟你的长租是一样的了 其实并不需要您操太多的心 就可以进入到非常火爆的短租市场 好了 那以上就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您对今天的投资房感兴趣的话 可以扫描屏幕双方的二维码 联系Agent Cash Lee 或者是在微信当中搜索 UICGUNCASH 找到它的微信号 如果您有房子想买卖的话 也可以联系看王金石的节目组 我是莉娅 我们下期再见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